不要死,別走 不要逃 抗amily 聽說剛才發生甚麼事 剛才我突然聽到有很大的打鬥聲 然後來到那個大聲打算喝著 看看有沒有用 我來到看到有個小孩 小孩哭了 之後他們說是黑心 我又想上前問那個黑心 見不見多眼鏡 我問都未問的時候 已經拳打腳踢 我唯有抱著他 純粹抱著他 沒有任何暴力衝擊過他的 然後他拳打腳踢 打到眼鏡爛了 然後我看到眼鏡跌了一邊 我都不理 我打算抓住他 叫他不要用暴力 然後他都不斷打頭打我 那時候我很害怕 為什麼有些人說我有血 但我又沒有太明顯的傷痕 血不是我的 然後我才看到這位先生頭有血 原來血是他 這位是他 那是我的小孩 有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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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三人 這位浩斯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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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我很有敵意 有權打一句踢我 OK 因為之前的時候 其實票站裡面有人 爭執過是關於 為什麼那些老人家 可以推那個輪椅去優先投票 而不可以等那些很有愛心 推他去投票的義工 幫他排隊 然後排到他的隊 之後再幫他投票 接著之後 我們在談的時候 突然在外面又聽到 有些打鬥聲 有些人在那裡叫囂 我又就這樣去 然後整件事就是 我打算阻止個中年阿伯 然後就被他打到眼鏡都藏起來 之後又見到外先生投降 他的血都 令到我四二三都很 所以你本身是沒有受傷的 我是沒有受傷的 只是被他拳打了好幾拳 而我在沒有任何 跟他暴力對抗的情況下 只是想抱著他阻止他 因為他不要再動手打 OK 好,謝謝你先生 好,現在呢 應該是受罰的市民 就應該是 現在是忽然的 應該是在了解情況的 他應該是在這裏 他應該是受罰的